謝謝大家 我是電影工作者 然後我2011年的時候 剛才幾前輩看過自己做片子 然後我之前做的紀錄片是紀錄王朝 2011年 然後那個紀錄片他非常幸運 然後紀錄他講所以他紀錄唱片 然後之後我就去了中國 我在中國工作 我在中國北京工作 然後呢 一直到2013年的時候 我覺得我應該回台灣做點什麼 然後我就回來拍紀錄片 那這個 呃 各位的悲觀 我剛剛可以理解 各位的閱讀能力 應該是超乎一半觀眾 絕對是超乎一半觀眾 所以有一些問題 我會在中間的時間回答 那今天講說有幾個主張 第一個我介紹的電影 為什麼做這個東西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他們的主張 就是被我拍的人主張是什麼 就是這些律師的主張是什麼 那我們最近對於轉型正義 是非常的關注啊 就是轉型正義 我們是非常的關注 但是也就是說 我們開始對於法 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這個事情事實上 就會 當然我們過往的那段時間 尤其是2012到2014 這是我們 就離我們並不遠 但是這是一個 那是一個黑暗的時代 那是一個 沒有正義的時代 所以正義都別人講得帥 所以在那個狀況下 諮詢人體衛醫師就崛起了 所以我就開始想說 我應該 在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應該做點事 下一頁 那簡單講一下就是說 剛才有講到說 我們 我們那個轉型正義 我們改革 根本就要做成革命 我覺得這個詞也蠻不錯的 真的是蠻強的 事實上為什麼到這個程度 比方說像前面被炒魷魚的人 譬如說自己 就不想被提名的這幾個人選 司法院的人選 這個裡面其實是 有幾個層次 第一個我們屬於 就是我們屬於群眾 如果說以社會主義來講 這是布爾什維克 我們就是群眾 那在這狀況下 我們當然需要 哲學上的行動 需要法律上的行動 我們才做一個公民這樣 當然公民這個詞就比較 比較新潮一點 還有比較希臘一點 比較沒那麼 社會主義 但這只是好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所謂司法改革 它事實上牽動了 還是在政治上的改革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很複雜的 轉型正義要解決的 就是我們要去面對 我們過去那些不正義的問題 但是 因為基本上常常我們就是 有政治上的改革之後 就忽略了司法上的改革 但是這一次運氣還不錯 透過這個不太對的司法 司法裡面找個提名 所以我們意識到說 轉型正義是有其必要性 那 因為我其實 我今天要介紹這個 電影裡面其實幾個主角 其實他們的背光 都是比較特殊的 都是非典型律師 那 主要 跳回上也好 稍微講一下 這樣比較好認 不然認不出來 那事實上 其實在病片子當中 行動的律師 人數滿多的 大概有十位 但是呢 我們在海報上面是四位 這樣比較簡單 一定要來認出 其中一個主要的角色 是我今天會講比較多的 他是秋顯治律師 大概現在是38歲左右 所以他其實不算是太法 那 對 他上禮拜發現我只有三十星之後 他傻臉 然後呢 就是說 他是台北大學法律CBA 然後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 然後之後就躺上律師了 躺上律師之後呢 他就去了德國海德堡 這個大學法學院裡面來學習這個 學習康德的哲學法律 法律的哲學 也就是說 剛才有提到說我們 過往我們有幾個總統都是法律的 這個裡面其實有幾個 幾個是我的觀察 但是如果現場有做這個法律工作 或是法律專家可以吐槽我 但是因為我們也是大概可以理解 那個性質上的差異 第一個 他們都是留學美國的比較多 或是Local比較多 那我們台灣人最厲害的就是什麼 就是去把這個東西去 在操作面上做得非常好 所以有很多律師上的哲學 然後如果今天他有大法官講一句話 然後他說 法律應該就是要保障應該被保護的人 然後這個是邱請的律師傳給我說 這是一個大法官的講話 我說這不是非話 就是說 他已經把那個最後端的這個 所謂實踐法律這件事情 當作是他每天要處理的事 因為案件非常多 不管法官 律師或檢察官 他都在執行的層面 但是包括我們的總統 或過往的總統 我們都是在什麼樣的層次 我們都在執行的層次上面 但是我們並沒有延伸到 哲學上的層次 因為法律事實上是你對於法的看法 你對於人 我們要往哪裡去 我們共同來擬定這個法律 所以才有法 所以包括憲法這樣的契約 到後段的法律跟行政命令 事實上應該是 我們應該要有討論的空間 但是作為台灣人 最比較不屑的就是 我們有很長的殖民的歷史 這個殖民的歷史 換不同統治者來的時候 他常常會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法律反正是 換了一個皇帝 我們就是換了一號法律 所以我們不覺得法律跟我們有太多的關係 我們只是在乎說我們要被冤枉 但是對於法律的哲學 事實上我們非常的陌生 日本人來帶來一套 這個中華媒體帶來一套 所以這個東西在這個裡面 實際上都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主角 邱寫志他去了德國海德堡 學取法律 那邊是一個台灣人的群聚地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基本上都是德國法 就是大陸法系 當時其實過去很多人 他們的權律師比較資深的 他們也都在這個學校裡面 然後呢 所以他就去思考說神聖法 德國的基本法 人性不可遭到踐踏 人性尊餘不可遭到踐踏 那光是這個東西寫在法律上 在憲法裡面的時候 我們要去想說 憲法然後再基於法律 再基於這個哲學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在歐路 他們是去處理 作為法律的哲學這一塊的思想 像我們學電影 要了解電影的哲學 或者是說藝術的哲學 所以這些律師 四個裡面主角 邱琴是他比較是在哲學上的層次 然後其他的 比方說其他的角色 比方說右邊這位理學院律師 他是 他是就比較標準 我們台灣的這種學習經過 就是說政大法律CBA 然後東法研所 然後再去這個 再去美國西北大學 念給LOM 這種就是我們覺得很漂亮的學歷 那他其實也涉及到 轉型正義的部分 但是他屬於很個體的 比方說他也曾經 在當兵的時候 他志鴻仲秋案的辯護律師 他就說 事實上他當兵的時候呢 從一個被害者 然後到他身上下屍班長的時候 他也曾經欺壓過士兵 所以他覺得說 這種人性的為惡的部分 事實上是跟轉型正義非常有關係 包括他是在海巡署當兵 海巡署在過往 我們可以理解他是什麼 他就是秘密警察 就是屬於警備司令部 裡面的海岸巡防司令部 所以裡面的這個 這個他在 他在面對後東秋案的時候 他事實上發現 是這個 在軍隊當中的軍閥的不公 然後另外一方面 就是所謂欺壓的跟被欺壓的 這當中之間的 角色的變換 他對這個非常了解 然後第三個律師 曾惟玉凱律師 他也是屬於非典型律師 他是一個激進的這種高中生 讀成功高中 然後就參加很多台獨運動 然後呢 讀大學的時候 因為都參加海獨兵 不能工作不太好 後來就考到文化大學社族系 就社會福利系 兒童福利系 兒童福利系 可是他覺得 有一天他覺得說 我應該 做一個律師 來奮鬥這樣 所以他後來就 去讀台大法研所 然後他再考到律師這樣 那他主要編護案子 在慣場勾人案 還有318運動的義務 編護律師 那第四位這個 後面那個 size最小的 這位劉積慧律師 那他更非典型 他是成大電機CBA 台大病職所 博士 辦沒畢業 然後在念博士辦的時候 修了幾堂法律課 就不曉得趕上律師 然後之後他辦的案子 就比較複雜 他辦的案子就非常複雜 他的題目其實是 為壞人辯護 這個辯護人 為什麼要為壞人辯護 他是正解的義務 訴訟律師 但同時他也是 那一大運動 然後學生的 學生的應付戀護律師 然後另外一方也太深了 就是說他 不僅幫好人辯護 害方 他幫無人辯護 他也幫壞人辯護 所以他的上面的 這個矛盾性很強 在轉型正義當中 其實也充斥這些主角 像我剛剛說李薛義 他從 這個被害人 變成加害者 那 作於這麼前進的這個 戀護律師 有機會 我剛剛說 他就幫聖傑辯護 幫短廠工人辯護 也幫洪中修拉的辯護 也參與三一八運動的 這個 學生義務辯護 但事實上 我們去拍大紀錄片的時候呢 那一天我覺得非常地複雜 因為我去他家 我叫他 他雖然講 就是他的 講話都蠻挺好的 但事實上 其實他爸爸是成山洞 跑來的老兵 而且他爸爸正好 就在警備時間 不做到少校腿 我第一天 拍他們的訪問時候 他爸爸就出來 看著鏡頭說 我曾經在戒嚴時期的時候 我在海邊做了一些事 所以 我們可以解說 事實上轉型 這一次就在我們的身邊 他可能會跟你的家人有關 他可能會跟你的 你的朋友有關 他甚至跟你的 你的伴侶都會有關係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 戒嚴時期的一個握手 所以 光是他們這些的背景 事實上他們的行動 這樣交織起來 我們就是來寫一個 以三年的時間來寫一個篇章 這樣子 好 那 整個案子呢 因為非常多 但是呢 我們可能要理解一個片子 我今天跟各位是屬於比較 比較特殊 然後也比較主動性的觀眾 所以我今天可能講的 先稍微跟你們講一下 不過等一下我們會不會有一點評論 就是說 紀錄片是幹嘛 紀錄片是說 我拍的話 誰都會被放出來 我拍的話 誰的援軍就會得到勝仗 這個是一種 好像是工具性的紀錄片 它是一種agenda 它直接 我拋過去 我如果今天 我如果今天拍了 你要舉例 我如果過去 我們有這樣的紀錄片 比如說 蘇建合案的老國殺案時間紀錄片 他拍的時候呢 那過程當中 蘇建合病 尚會被放出來 它是一共識的一個系列 也就是透過這個一個系列 它變成一種行動 導致壓迫這個 在監獄當中的星球跟不正義 得到一個結果 但是現在已經是2015年了 2016年 那根本上的論體囤 其實都不是Case而已的問題 比如說剛剛提回應到 可能各位講說 就是說 斯帕根本就需要革命 因為它是怎麼樣 因為是眾人的抑制 其實還沒有得到完全的活絡 還沒有得到完全的自主跟主體 所以你的法是什麼問題啊 在這狀況上 你根本就沒辦法達到說 讓這個 讓這個體系得到更何的救贖 所以呢 這部片的晉級之路呢 它事實上 談了有幾個Case 第一個 官場工人案 318運動 那個 弘仲秋彎下肆之死案 還有這個 鄭信哲冤獄案 還有鄭解案 其實有五個案子在裡面 那 以電影性來說 你會說 像我是不是每個案子 我都講的不多 那你到底會把它講清楚 這是一般觀眾問的 第二 那你這部片也要行動什麼 我覺得理解像是這樣 作為一個律師 他做任何的人群的行動 那都是 就先不先把髒話透掉 都是應該的 為什麼呢 律師法第一條就已經講了 作為一個律師 你就是要實踐公平正義 還有促進民主法治 所以 其實每個人 律師都應該是人權律師 這本來就是你的責任 所以其實說 我們大家比較能夠理解的 都是那些 就是戴金免眼鏡 穿系統 大家領帶 然後按時計費 我們好像理解的時候 我們把律師是這樣 但事實上不是 作為一個辯護人 這是在西亞時期 就已經有了 所以 這個 這個角色存在了這麼久 事實上它是有一個 這個意義在 就是為你賺錢 那 我們在這個片子當中 其實就是說 律師做為一個中介者 我們看到這個中介者 他的行動 所以我們在 觀眾這角度 我們在退回來說 好 那我們 對於這個中介者 或是對於行動者來說 我們應該自己 面對我們自己 眼前的世界 我們要做些什麼 這是我這片子要做的 所以 事實上並不是說 只是看那個案件 有沒有得到聲張 因為比方說 像《紅中秋案》 事實上 對於個體來說 它是沒有得到任何聲張 因為它沒有得到真相 那這個東西 我們可能就大概會 先前面先這樣引起 那我們先撥第一個片段這樣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來自行 說到所謂 這是什麼 總體 有交換 到了 這是什麼 是 給你 有 有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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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